导弹也能加AI 在土耳其最大的科技盛会 TiGO FAST2023上 TBR的制造商拜卡公司 公布了世界上第一款搭载AI功能的微型导弹 按照土耳其语的意思叫做弓箭手 推测具备机械视觉 可以自动辨别目标类型 有效射程200公里 用于打击敌后的高价值目标 并且与拜卡公司现有的无人机平台兼容 也就是TBR、TB3等等 问题来了 这款配备AI功能的弓箭手性能如何 与其他无人机弹药相比 优势在哪 弓箭手是拜卡公司专门为无人机研制的迷你导弹 以往的激光制导弹药射程有点短 就比如TBR携带的MAM家族 射程最短的MAMC只有8公里 射程最长的MAMT也只是80公里 没办法保证无人机的安全 所以说无人机不值钱 但那也是相对战绩而言 如果TBR、MQ-9这种无人机被一发便携式导弹干掉了 那还是血亏 所以拜卡公司就为自家的无人机研发了一种射程更远 并且还有AI辅助的弹药 可以在安全距离打击敌方的高价值目标 弓箭手导弹长1.73米 臂展1.25米 重30公斤 弹头6公斤 动力则是喷气发动机 射程200公里 续航大约为一个小时 并且搭载了人工智能来处理图像并识别目标 与其说这是一款弹药 火力军觉得更不如说这是一款新型的无人机 一种比弹荒刀600更强的自杀式无人机 相比之下 弓箭手只比弹荒刀600重了7公斤 但是射程增加了160公里 最主要的是二者同样都带了相机 弓箭手的光电瞄准系统 其实就是一个具备有二轴稳定的36倍变焦功能的相机 以及一个射程2.8公里的激光测距仪 还有一个AI辅助处理图像 而弹荒刀也是如此 或者说大多数的自杀无人机都是这样 用一个相机拍摄目标当下的情况 将画面传回平板电脑 由无人机操作员决定是否攻击或者自行决定 目前拜卡公司并没有明确表示弓箭手什么时候开发完成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这种先进弹药会进入土耳其军队服役 出口也不用担心 TBR在乌俄战争一战成名 2022年以来 拜卡公司以14亿美元的营业额 确定了顶级出口商地位 现在拜卡公司已经跟28个国家签署了TBR的出口协议 而且各位别忘了 还有TBR3呢 土耳其的无人航母可不是说说而已 TBR3就是拜卡公司专门为航母研制的 能在甲板上起降 而现在无人航母服役 TBR3也快了 海战可不像对陆攻击那样 几公里的射程都能拿出来用 对于无人航母而言 TBR3挂载的导弹射程越远越好 同时 TBR3的挂载点也很多 有6个 赫载也比TBR大 如果拜卡公司说弓箭手导弹 是专门为TBR3研制的 火力军也相信 同时 与TBR当前的弹药相比 弓箭手要甩他们好几条街 谁能忍住不买呢 在查打一体机中 TBR算是小型 美国的MQ-9一个顶俩 个头小 也就意味着 赫载一般 TBR无人机 目前就四个外挂点 有效赫载150公斤 当然 暂时够用 毕竟反坦克导弹的重量 一般也就几十斤 TBR一次携带四枚导弹 也暂时足够 但是弹药这东西 谁也不会嫌多 如果一枚 100公斤重的导弹 与一枚 一吨重的导弹 完成的任务一样 那自然是越小越好 所以拜卡公司 近些年来 一直搞微型弹药 也就是MAM武器家族 MAM的全称是 智能微型弹药 并不是传统的那种 反坦克导弹 而是精确制导弹 就跟JDAM差不多 MAM家族 目前有三种型号 MAMC MAML MAMT 集中最小的 重量只有6.5公斤 由无人机携带时 射程8公里 从威力上来看 攻击坦克可能有点难 但是打击一些火力点 以及轻轻装甲车 还是非常在行的 剩下的L型与T型 不非是在此基础上扩大 射程与威力都有所增加 只是就算是最大的 MAMT 最大射程也不过80公里 重量还比弓箭手更大 达到了98公斤 当然 拿精确制导炸弹 与导弹比 有点不讲武德 毕竟造价不同 弓箭手的造价 估计要远超 MAM家族 虽然拜卡公司 没有提造价 但可以确定的是 光弓箭手后面的喷气式发动机 都够 MAM家族的炸弹 合一壶了 所以导弹与导弹比较 才是正常的 目前 TBR使用的空地导弹 都是罗克特桑公司的产品 也是三个系列 CIRIT UMTAS 和激光制导 迷你导弹 但是火力军看了一圈 没一个能打的 CIRIT导弹 激光 半主动制导 射程8公里 UMTAS 就更惨了 屁股后面 装了一个固体 火箭发动机 射程 还没CIRIT导弹员 至于激光制导 迷你导弹 看名字 就制导 主打数量 弹重1.2公斤 最大射程1000米 怎么比 除了这几个 TBR 还有博索克 小型制导弹药 以及拿北约 81毫米 排击炮弹 加装GPS INS 制导组件的弹药 同样 比不过弓箭手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弓箭手 算是TBR弹药裤底 性能最强的 个头不是最小的 但射程 重量都是最优的 唯一的缺点 就是价格贵一点 而且 相比较于弓箭手的 射程类似的空地导弹 弓箭手 那一米多点的长度 已经算小了 别人家的射程 200公里的导弹 长度都是4到5米 重量 成百上千公斤 弓箭手 那么小的体积 射程能达到这个级别 火力巾估计 大概是速度做了驱舍 弓箭手的巡航速度 不过不管怎么说 在射程200公里的前提下 弓箭手30多公斤的重量 一米多的长度 已经很好了 而这也是 无人机弹药的发展方向 美俄都在研究 迷你巡航导弹 虽说火力军 一直说无人机 是现代战争的新秀 但无人机能挂载的弹药 其实不多 算下来 世界范围内 可供大型无人机 挂载的弹药 大约有50种 已经列装的 不到20种 剩余的还在研制之中 就比如拜卡公司的 这款弓箭手 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跟无人机本身的 发展情况有关 就算是无人机 已经很火 但仍旧处于发展阶段 美军现在 仍旧是平均 每4天 就装备一架武装无人机 空军培训的 无人机操作员 比战斗机还多 远远没有达到 饱和的地步 等到5年后 8年后 无人机弹药的种类 翻个几倍 国地军都不觉得意外 同样 无人机弹药的 发展趋势之一 就是小型化 之前的无人机弹药 是什么样子 对无人机弹架 机载设备 稍稍改进后 直接使用现有弹药 主打节俭 就比如 美国的JDAM SDB 激光制导 火箭弹等等 但现在不是了 现在无人机界 最常出现的词 是风群战术 目标任务也变了 之前的无人机 最大的优势 是不怕人员损失 个头大弹药随便带 但现在无人机 主打小型化 目标也更趋向 隐蔽性小型化 所以无人机弹药 也要趋向微型 目前各国的重点 都是无人机弹药小型 发展十几公斤 甚至是几公斤级的 无人机弹药 增加无人机的载弹量 提高每架次的作战能力 土耳其的弓箭手导弹 只是其中一个 没办法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想要射程更远 体积与长度更小 着实有点为人所难 而且种类也会有些模糊 弓箭手就是这样 就模样 性能来说 火力军很难对它下定义 这到底是导弹 还是无人机 美国也是如此 2021年的时候 美国就表示 希望军工企业 设计一款迷你巡航导弹 只是要求有点矛盾 射程要超过现有武器 能从敌方火力 无法覆盖的位置 发起攻击 体积又要小到 可以塞进小型发射管 这就有一个问题 美国军方要的是导弹 还是无人机 按照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 发布的招标公告 它想要的是射程 不小于320公里的指导武器 能让AC-130J 火力支援飞机 远距离攻击目标 和水面目标 同时 导弹的有效载荷 在16.8公斤左右 能携带重量 不低于5.9公斤的弹头 光电和红外跟踪模式 算是标配 更复杂一点也可以 比如导弹在发射后设定目标 或者临时切换到其他目标 这就要求导弹 需要配备数据链 与友军实时交换信息 在美军的描述中 新武器是一种巡航导弹 主要是一种在低空飞行 避免被发现的亚音速武器 这个描述 各位想到了什么 火力军的第一反应 就是巡飞弹 可以像无人机一样 围绕目标飞行 然后像导弹一样 撞击目标 虽说美军没有规定 新款武器的外形尺寸 但是强调了 必须是迷你 可以用美军的通用发射管发射 这个发射管长大约1.2米 宽178毫米 基本上都是用来装那种 微小型弹药和无人机 现在要装一种射程 320公里的武器 只能说很难 也就是上面提到的SGM还可以 连SDB这种武器都不行 美军武器库里面的远程导弹 每一个现役型号能装进去 市面上的微型巡航导弹 也同样如此 而且射程还短 传统意义上的微型无人机 同样达不到标准 如果这种迷你导弹能成 就可以让美军特种作战部队 摆脱现在的海尔法 施救 SGM这些短程武器 就算是小直径炸弹 SDB 射程也不过80公里 连新弹药的三分之一都比不过 更主要的是 这种迷你弹药 可以用在无人机上 比如MQ-9 四神 听说美军正在测试 阿尔提乌斯600无人机 它可以从CLT发射 射程也不赖 差不多440公里 但是载荷不行 只有3.17公斤 速度还慢 最大速度每小时167公里 巡航速度就更别说了 所以到现在也没个结果 从这方面看 拜卡公司的这款弓箭手导弹 其实还不错了 个头虽然大了一点 射程短了点 但速度还行 巡航速度每小时367公里 美军想全都要 还是有点不现实 值得一提的 是就算是无人机 10里拉跨的俄罗斯 也在研发 迷你巡航导弹 俄罗斯战术导弹公司 在为猎户座 无人机研发微型弹药 目前有两种型号 20公斤和50公斤 甚至说导弹也要小型化 按照俄军的意思 这是要增加 现代化防空系统的载弹量 提高其火力性能 虽然火力军看不上俄罗斯的装备 但这个思路确实没错 航空导弹和海军装备 目前的发展方向之一 就是产品小型化 比如每辆S350防空导弹发射车上 可以搭载12枚9M96防空导弹 而在早期S300P系列 进程防空导弹系统中 类似重量和尺寸的发射车上 也只能搭载4枚5V55防空导弹 我们这也可以理解为分层拦截 那些速度慢的V型导弹 就用V型的防空导弹拦截 合情合理 总的来说 拜卡公司的这款弓箭手AI导弹 算是一种体积 射程 重量都比较均衡的弹药 刚好用在TB-3上 火力军很看好它的前景 各位认为 弓箭手的种类 算是导弹 还是算无人机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